專注 沉穩 將力量集中於一身 全大運空手道賽程由一般女生組 個人型揭開序幕 長庚大學楊雅琪去年全大運拿到銀牌 今日一路過關斬將 在金牌站對上文化大學伊藤美月 最終以21.22分收下銀牌 再度與金牌擦身而過 成長的話 我覺得在心態上去年 我就已經調整得還不錯 就是在上場前很穩定 那這次的話有維持住這樣的狀態 非常謝謝教練 還有所有隊員的教導和指導 因為有他們 所以今天我才可以站在場上 因為有裁判團 因為有你們 所以我才有機會站在這個場上發揮 一般男子組個人型比賽中 中華伊大李玉宜 在109全大運拿到金牌 去年因練習時間少 在金牌站不敵中正大學張宇瑤 今日在金牌站 對上淡江大學楊繼謙 以21.94分拿下金牌 我現在比較傾向用短一點的型 去快速地求勝利 不是說長的型 然後一直葬送我的體力 就耗費掉一些不必要的體力 雖然此次全大運仍在疫情下舉行 但選手們依然努力將平時練習發揮在場上 奮力出擊 不放棄每個攻擊時刻 展現最佳狀態 為自己爭光 記者林玉雲、張雅倩 桃園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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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